Hello,大家好,今天是星期一 上周五开始,所以我打算尽量的每天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生活、工作、表演的一些变化 想到哪里,说到哪里 可能会说的不是很好,请大家谅解 第一次看我的视频的朋友,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我叫Harley,我是在洛杉矶的 什么,我的title是什么呢 我开了个快递店 所以我是一个打包工 然后我同时又是一个三个孩子的父亲 然后我在做演员 就是一个来了美国刚好十年的一个中年屌丝吧 也有点梦想 然后同时也在各种煎熬当中 跟大家一起共勉 聊聊生活,聊聊爱好,聊聊理想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刚刚结束的一个表演课程 也是我唯一上过的呃表演课就是从2022年的10月 好像是11月28号开始第一堂课 然后到一个月前 我结束了我这个课 我这个课是两年的课程 然后学的是什么叫做 Mizner Technique 最后还有一个月 因为我个人的原因嘛 就是遇到我之前说过遇到就是啊 生意啊 还有要换电啊 还有小孩的一些事情啊 然后再加上更重要的是 我其实有点就是打退堂鼓的那种感觉 就是啊 课程的最后有遇到一些挑战 那我一开始会觉得挺失败的 在这个时候啊 放弃 还差一个月就放弃掉了 但后来我也原谅了自己 但我想讲的就是我在除了这个 我觉得有点可惜之外 其他我这一年多的学习当中的一个体会 和学习到的东西跟大家分享一下 呃 这个课程的话 其实是在表演里面是一个非常基本 非常重要的一个课程 如果你是喜欢表演和想做演员 然后我也推荐你去上这个课程 不管去哪个学校啊 你可能先要去做一下research 哪个学校 在这个Miesner Technique 这方面会比较不错 你可以上一个短期的两三个月的课 也可以上一个长期 我这个是长期的 他除了一些基础的东西之外 还加了一些融入了一些 就是延伸开的一些课程 那这个两年的课程的基本设置是reputation 就是重复 重复重复 就是把这个台词的问题先抛开 不要台词的问题 先通过说对方的一个behavior 就是对方的一个状态 用简单的词 大家重复来说 重复的时候来去说出对方的一个behavior 然后这样把你的重点放在对方的反应上 而不是台词 这是一开始 然后后来就有加入activity 就是活动 你在做某一件具体的事情的时候 你怎么跟你的sing partner 产生这种关联和一种关系 那这个就是activity 然后再有就是emotion preparation 就是一个情感的准备 那每一场sing每一场戏 你在开始之前 它都是有一个延续嘛 那你这场戏之前发生了什么东西 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情感的铺垫准备 这是一个课 然后接着就是relationship relationship就是关系 那你跟你的对手演员 你跟你自己 你跟这个环境 你跟这个道具 你跟这个道具 你跟你说的这件事情 你跟你说到提到的那个人 都有关系 对吧 不是单纯的就是父跟子 那么简单 那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父子关系 他是一直疼爱你呢 还是发生过什么事情 你跟这个环境 你是熟悉呢 你还是陌生 你熟悉有熟悉到什么程度 你在这里住了多少年 你哪些东西是你自己布置的 哪些东西是你买的 这个都要很具体化 包括关 这也是关系啊 就是你跟不一定是人 也是关系 所以你要把所有的relationship 去做到非常具体 这是其中一个课程 然后再到后面的话 是关于这个叫什么呢 叫mental health 这个我一下忘了 这个他的这个课程的名字 就是说我们正常人 然后我们演正常人是一种方式 但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很多时候 你比如说身体上有什么欠缺 然后或者说你精神上有什么欠缺 那这个人的状态和他的所有的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要去我们也做了这样的一个课 就有也有一个多月去做这样的课 还有包括通过这些课 刚才说的后面的几个课 都是通过一些sync 不同的场景来去 重点学那个方面 然后到了最后一个课程的话是 我老师给我们一本这个诗集 就是全是诗歌 那诗歌来说 他很浓缩了一些东西 而且这个他给我们看的那个诗集的话 叫做Spoon River 扫子河 那这个里面的都是讲的 就这个作者呢 他是从一个墓地里面的 那个墓碑上的名字 每个人的名字找出来 然后他再去写这个人的一首诗 有些是 可能是有些是真的 有些是虚构的 就是关于这个人的故事 生前的故事 那每个人挑三篇 然后去读 读完之后你说哪一篇你最有感受 然后之后你就写 这首诗跟你的关系 你跟这首诗有什么关系 那我当时我选的是一个叫做Secret 是关于Secret 就是秘密 那从这个秘密开始挖掘我个人 秘密对于我来说是意味着什么 我有什么秘密 我有秘密 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秘密给我 带来是什么样的 就是我怎么对待秘密 我 然后再延伸到我这个文化 我这个背景 对于秘密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然后跟其他的有什么区别 你就这样延伸开 最后去作为一个独白 一个叫做 One Man Show 就是独角戏这样的一个感觉 就是做这个课程的时候 我遇到了一个是写作方面的一个困难 当然有一段时间我用这个AI来去帮助我写 就是我写了大概的意思 然后让他来帮我去优化一下 也得到了一些东西 但是后来越来越觉得难 觉得不满意 还有就是自己在这种 这种我觉得是一种需要一种突破 就等于说你去挖掘你内心 一些甚至是你一些内心 从来不愿意去打开的地方 然后再加上当时我的工作 我的生意遇到的一些问题 所以的话我就有点退缩了 我当时就找了借口 就跟老师说我 我要推 我就不上这个课了 这说起来有点可惜 和感觉到有点挫败感 但是后来我也觉得就是 这可能就是我当前这个时候 所遇到的最大的困难 和我会这么去处理的一个方式吧 我也去接受了它 因为我慢慢就是通过我去跟我孩子的接触 和教育啊这些东西 也慢慢体会 其实不要 虽然你会觉得可惜和有负罪感 但是不要过于责怪自己 我觉得要给自己一些犯错啊 或者说是 做的不好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慢慢我就从这个 愧疚里面走出来了 我觉得我要看我这一年多学到的东西 然后在这一点我确实我需要后面去补 但是我觉得 不要因为这个而影响你后面的学习 不要啊 我就彻底放下 啊我我你看我连这个都突破不了 那我还能做更多事情吗 我还能做一个好的演员吗 你就一下否定自己很多太多的方面 或者说彻底否定 那绝对是是不没有必要的 那我现在要讲一下 我这一年多的收获 我这一年多的课 这个表演课是我上的唯一的一个表演课 就是之前我没有上过 这是我第一次上表演课 所以的话我选择了一个比较长期的 这样的一个课程呢 对我来说呢 是挺适合我的 因为如果我上两个月又去换别的学校 或上不同的课的话 可能我要我对于我这种性格的人来说 我要就不断的去适应新的课程和新的同学的话 我觉得也会是一种 一种障碍 所以我在这一年多 我一个是跟同学之间建立了一些比较好的关系 大家都比较相互比较了解 所以这对于你上课啊 一起表演啊都有帮助 然后大家沟通也会有帮助 还有就是我这一年多 一开始的话我上课老师讲的东西 我大概只听懂了百分之六十七十 然后剩下百分之二十是拆的 然后再还有百分之十是完全不太明白的 所以一开始也是蛮 蛮痛苦的 就觉得哎呀压力挺大的 就是怎么会 我也不太敢就是 听不懂的地方 马上就去问 因为毕竟我在班里 我是唯一不是那 我的英语是在班里面是最差的 多数都是native speaker嘛 还有那么一两三个是这边长大的 至少是十几岁就来了这 这英语水平都不是在我这么差的 都是要好很多 好很多或者说是完全没有障碍 那我也一个没胆量 也一个不太觉得这不太合适 去打断去提问 我只能说是有时候录音啊 有时候记下来回去再看去查 那就算这样的话 我也是熬过去了 后面就越来越熟 包括后来演一些sing的时候 一开始也是要我把这些台词啊 要记下来也好 或者说是说的顺一点也好 都对我来说都是很大挑战 通过做了两三个之后 那么半夜子的这个读白 对我来说就是从memorize的方面 是完全没有问题 语言的这种流利程度和这种 是会有一些问题的 但我已经觉得我做的还真的是提高了很多 那这就是英语的一些提高 到后来的话基本上就是那那种沟通和听啊 就达到了90%以上了 那种理解啊和这种 包括我后来就是我们一开始最早的时候上课是三十几个人嘛 然后上到最后的时候只有七个人 所以那后来的话也对我来说也有好处 就是人少了 那我老师关注到我身上也会越来越多 然后我提问也会更加的方便 就是也不至于影响那么多人 有时候有些人缺课啊 甚至就是四五个人 那就老师就有更多时间来回答你的问题 那这也是一个坚持的力量 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对这个剧本的理解啊 去分析剧本啊 还有做一个就是Maisner的一些基础的东西 让你让我在后来的表演表演里面是得到很多的 因为Maisner他最精髓的东西就是说 你是一个叫什么 嗯我想想这句话 然后我或者我用字幕打出来 就是你在一个想象的情景里面 真实的去做一个事情 就是doing 而不是去acting 然后你act before thinking 这些都是很关键的东西 把你的重点放在对方 而不是你自己忘掉自己 如果你时时想着你 我该怎么表演 待会我应该说什么话 我待会应该去往前走一步 还是去绕过他 这些都是多余的 你把重点放在对手 对方 他对方有什么behavior 你的对手演员 如果他指着你的鼻子大骂 非常生气 那你是应该 你会怎么反应 你就去反应就好了 不要太在意你去 你在做了什么东西 然后他对你示好 他对你表现他的爱 那你是不是感受到 你要关注对方 而不是你在想 他很爱我 他很爱我 这都是假的 这都是假的 真的是 你留 你关注对方 对方这么爱你 这么爱慕的看着你 你是什么反应 对这个就是我在后面表演的时候 学到的东西 最最基本的东西 不要去在意自己 哪怕是有时候你觉得尴尬 然后甚至有点错 你不要觉得这是错 这可能是你表演 自然表演的一个部分 以前的话 我会觉得 刚才我这个开始的时候 这个情绪起得太高了 好像不对 然后我就 对不起 我能不能再来一次 我们重新再来 No 不要 永远不要这样 哪怕你一开始 就是这种 感觉这个准备做的不对 或者说有点不恰当 没关系 慢慢去修 修 修复他 那你正常的生活当中 你也会 有一个人过来 你很热情的想过去跟他握手 没想到他很冷漠 那你的反应是什么 那你也就会 降下来 Oh Sorry 不好意思 对吧 那你就慢慢去调整 Fix it Don't stop 这也是我学到的 那像 非常简单的例子 就是以前我拍戏的时候 在真实拍戏的时候 拍完一条 我就会跑到这个monitor里面去看 回放 或者有时甚至我去很 很愚蠢的去问导演 能不能放下回放 能不能playback 我看一下 有些导演 他当然也很好会给你看 但事实上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你不要在意你演的怎么样 有时候你甚至看了这个playback 你再回去演的时候会演得更糟糕 为什么 你太在意你的一举一动了 你应该不要在意这些东西 这些是导演和摄影师关注的事情 你要注意的事情 就是去把这个角色的目的达到 这场戏 他要从 这个女朋友的身上 拿到那个戒指 这就是他的动机 你怎么去得到他 再加上 剧本上的一些基本的点 你不能说完全跳过剧本 去做那个事情 对吧 去拿到他 在这个过程中 那个是你的目标 然后这个过程中 你的对手 这个女演员 这个女朋友会拒绝你 那拒绝你 你有没有感受到 他是怎么拒绝你 是很坚决的拒绝你呢 还是 很犹豫的拒绝你 那这个反应是不一样的 你好好的把你的关注放在他身上 你自然就会有超自然的反应 就是他怎么来 你就怎么来去去去跟他应对 然后最终的目的是这样 甚至有一些急性的话 就是说他不给你 那你就会采取更加聪明的方式也好 或者说更加过激的方式也好 对吧 这都是一些正常的反应 那这个你做你的 做完之后导演会给你指导 哦 不要太过那个aggressive 好 那你就 那你就调整一下 你要懂得导演的指导 这也是很重要的导演也是希望一个演员是能够被指导的 就是至少他能听到导演的一些这个notes 这个也很重要 你不能很固执的认为 啊 我就是这么演 这个这么演 那不一定 因为这个你只是这个整个作品当中的一个部分 可能更多的东西是一个导演的视角 他的一个观点 所以你也要跟导演保持一个很好的这种沟通和理解 你要能够用你的专业的精神去完成导演的direction OK 这就是很重要的我学到的东西 嗯 包括哦 刚才说的英文的提高的话 对我来说 我觉得呃 现在的话 我我现在没上课了嘛 那我就会在YouTube上 或者说在其他的平台上去看很多关于表演的一些大师啊 老师的一些视频 那现在我看的话 我就不用字幕 我也不用看中文的 就听英语的 啊 我感觉一点都没有问题 这就是我觉得非常开心的 就确实是你把耳朵打开了 然后听这些东西 然后再加上你的体会 你也越来越深了 所以老师说的一些东西 哪怕是有些深词在里面 但是你不会说听不懂 影响你的理解 在这里的话 如果听我视频 看我视频的朋友也有兴趣 想要多去看一下YouTube上面的一些老师的分享的话 我也可以推荐一些老师 我会列在这下面 其中有一个老师叫做Joseph Perkman 给我启发很大的一个 他说的一个点就是 make a dangerous choice 还有一点就是说 你做的任何的表演 或做一个audition都要有趣 如果没去的话就 那表演就太没意思了 就是一个再痛苦的戏 再悲伤的戏 你都可以有一些 有一些有趣的东西 让这个sing lead up 这些都是很重要 就是你不是说 简单的完成剧本的这种要求就好了 剧本说他伤心的流泪 然后拿起书包默默的走了 这样一场戏 你可以就是 你也可以做的很有趣 又有一些点 但是他又非常生活 又非常觉得不是说你可以夹进去的 就这些东西 我觉得特别重要 make a dangerous choice 特别是在audition的时候 在audition的时候 多数人是能够很好的完成 基本的这个audition的要求就已经不错了 但是如果你能去做一些大胆的尝试 做一些看似很危险的一些选择的话 那也许你就在那么多的演员当中就跳出来了 好 OK 今天就分享那么多 然后我非常希望大家给我一些互动 在评论区里面给我留言 说说你对表演的一些看法和你有什么问题 你有什么建议 你有什么任何的东西 欢迎你给我留言 谢谢大家 祝大家星期一快乐 拜拜